人类靠一只眼会很难判断距离 不信你闭上一只眼再拿两只笔 笔尖对笔尖是不是有点费劲 当莉拉这个独眼女孩第一次打棒球 对手就比较惨 她努力瞄准结果却不尽人意 第一位击球手晕乎乎的离场 第二位也好不到哪去 接下来的选手依次用脸接球 莉拉一个打十个不在话下 路过的吃瓜群众突然觉得有点意思 公司的队友表示你还是歇一回吧 这不是打人的比赛哦 莉拉无奈离场 围观群众不太高兴 没人想看正常人打正常的球 场边的男人果断拦住莉拉 说我是大都会队的新老板 目前常规比赛对观众的吸引力急速下滑 我们需要你这样的流量密码啊 群众想看的比赛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来吧加入我们大都会队 莉拉欣喜若狂 虽然只是去做做秀吸引下怪胎观众 但自己好歹是要成为第一个在联盟打球的女人了 这里是大都会的比赛现场 现在的棒球已经改造的极具娱乐化 但是人的欲望没有尽头 观众越来越难在这样的比赛中找到激情 看到一半就陆续退场 老板果断寄出新鲜的流量密码莉拉 广播宣布了独演女选手即将登场 离场的观众又回头了 台下的女观众沸腾了 浪漫期待时等待着莉拉的表演 联盟守卫女选手投了个岔球 但是很有兴趣效果 换上来的击球手挨个被打脸 这样的球又称豆子球 海量的观众齐呼豆子球 他们早就看蛋输赢 看的就是热闹 而莉拉总能打出完美的豆子球 无论角度多么刁砖 赛场的观众罕见的沸腾 解说都被这久违的快乐搞得兴奋起来 台上台下就没有莉拉不能打的脸 娱乐效果直接拉满 老板在休息室疯狂的吹彩虹屁 班德也看到了其中的商业价值 换上一身行头不请自来 说我现在是你的经纪人 欢迎刚落广告商的电话就找过来 班德激烈谈判 说你的报价太低 至少前面加个100 莉拉才会接 莉拉很期待 这下要发财了吧 广告多少钱成交的 班德说 一百块 商场打豆子球的莉拉 在广告棚里拍了一条豆子广告 商业化之路由此起步 她的比赛现场挤满了看热闹的粉丝 大喊豆子球豆子球 而莉拉总能不负众望 打脸对方球手 负责抢救的救护车在场内巡逻 随时准备接手莉拉的手下败价 莉拉的粉丝越来越多 且不说是黑粉还是真爱粉 热度是真的高 签收的队伍排了几十公里长 是他们的极大成者 精神图腾 但接下来的这位算是人间清醒 她自称是大学校队的棒球手 也梦想过能加入大联盟 可莉拉的行为就是划众取仇 会埋没那些真正有能力的女球员 被一些奇奇怪怪的小丑取代 女球员的一番话 刺痛莉拉 也将她从自我麻醉中叫醒 她的流量都是黑流量 球迷们不过是想来看笑话 莉拉痛定失痛 决定再也不当小丑 从今天起 我要发愤图强酷练球技 成为一个真正有实力的女球员 一些人来到趣味棒球展览厅 为了不重蹈覆辙 莉拉准备仔细观摩 史上最差球员 我的目标就是比这个人要好一点 只要不垫底 就还有脸做人 想不到这家伙并不是假人 就是本尊 有生之年就进了博物馆 球技也算是差到凳分造极 莉拉请教她 在泄烂方面有什么心得 职业生涯 竟然一个球都没有打中 烂球手想不到自己也能为人师表 打算去绿鹰坛上传授些许心得 听说莉拉专打球手的脸 她先把头盔戴好 嗯 还是那么准 败发败重打脸手 烂球手表示 这好吧 你下次投球 不要瞄准手套 瞎投即可 莉拉深吸一口气 闭上眼 很认真的投了一球 结果还真能歪打正早 下一场比赛是总决赛 观众也前所未有的期待莉拉 当她上台的时候 声浪一波接一波 对方也不是省油的灯 说好不率先使用莉拉 既然你不忍 就怪我不义 他们派出了新发来的 大学最佳女球手 时尚最差投手 遇到最佳机球手 观众的胃口被吊得飞起 莉拉深呼吸 闭眼投球 全场哗然 竟然是个好球 结结实实地进了手套 没有飞向任何人的脸 可这却打了球迷的脸 太意外了 莉拉又用另一个好球 证明自己的进步 突然的反转 让所有人措手不及 当她投出第三球的时候 最佳机球手终于发挥实力 狠狠地把球打向天空 球甚至挣脱绳子 精准的命中必胜动 上那间锣鼓喧天 鞭炮齐鸣 废挺失事 大多会队输掉了最后的比赛 主持人宣布 本赛季最差棒球球员 非莉拉莫属 她向全世界证明了 失败不分性别 正当莉拉沮丧离场 本场MVP女球员喊住了她 正是那天在签收会 叫醒莉拉的人 莉拉表示 你讲的对 我就是个小丑 毫无价值 MVP说也不尽然 至少你给人动力 因为你太烂了 以至于女人们必须站出来 证明不是所有女人都打不好球 嗯 所有坏事都能找到好的一面 莉拉想了想也就释怀了 退役之前 她想把这条毛巾送给对手 希望你能有美好的未来 区域棒球展览馆里 莉拉的排排成功抢走 最差棒球手的位置 上一届最差球手 失望的让出宝座 曾经的她以为吃定了这碗饭 没想到铁饭碗被自己的关门弟子砸了 真可谓轻出于篮 而胜于篮 即使是这样的头衔 让出去总归还是会失落 毕竟大部分人的一生都不配写进历史 能够占据个X的名号 也算有过人之处 莉拉虽然投的是X球 却差的很别致 总能打中别人的脸 这个概率和总是投好球一样罕见 因此才会很有看点 如果她只是胡乱扔球 观众根本不会买上 所以莉拉的X很难复制 本质上还是一种稀缺 人都喜欢稀缺的东西 都在追求没有的体验 也就是新鲜 居中的棒球比赛 最终演变成娱乐至死的作秀 为的就是带来更新鲜的观看体验 而且不管她是黑是白 荣誉还是耻辱 能带来流量的 就会有人疯狂尝试 为什么流量至上的行为屡见不鲜 因为流量的最终目的还是变现 它的无序扩张 本质是资本的行为 资本不考虑散货恶恶 荣誉还是耻辱 你敢放任自流 它就敢突破下限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记得点击下方订阅 我会努力更新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